很激動 激動? 很激動,不激動嗎? 因為我們是一個出外國的平台去做這件事 又是唱《人類群星》這首歌這麼難唱的一首歌 所以我自己激動得來又很緊張這次的First Take 還有First Take這個平台我覺得是對於某程度上是對一個歌手的肯定 想得去的歌手朋友們都是有唱功實力的 鬥過圈贊自己 真的,認真的,我平時上網看的那麼多位 其實有很多都是自己平時會聽開的一些歌手 所以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是一個榮幸 就是想到去唱到,喜歡唱到自己的歌 然後就會覺得是一個成就解鎖 《人類群星》這首歌是想分享愛 還有有多一些感恩在你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上 我覺得是一個很適合向大世界去說的一首歌 所以你看到我和Jeremy都唱得鐵絲底 就是把自己的心拿出來說 《你要喝愛》 這次的編曲就偏向一些簡單和清澈的聲音 因為這個平台其實就很想拿走一些調味料 然後就把一道最原始的菜式 《你滾嘗到什麼味道》 就會聽到什麼歌聲 所以這次就抽走了很多樂器 用一個最簡單的琴 用一些鼓和結他去做了編曲 是另一個感覺 還有是對一個唱功的考試 真的是考試 我們進去好像真的很緊張 花姐就說好像在等兒子放學 即是考完字放學的那個心情 因為清的歌 你需要控制的技術就要更加多 你首次唱我這首歌有什麼感受 首先我很喜歡《人類群星》 本身也很喜歡《人類群星》 本身在想我和他要唱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人類群星》 是一首很適合的歌 其實因為阿著本身的演繹已經很澎湃 很大很厲害 到這次我們合唱 這次是一個比較抒情的版本 所以我自己也花了很多心思 去想想怎樣去唱好這首歌 因為其實這首歌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強烈的形象 那怎樣去加入我和阿著才能夠配合呢 這些是我都想了很多的地方 最後出來的效果我覺得都挺好 都挺配合的 所以自己也很開心可以做到這次 我們這次事前已經大家都很緊張了 因為只有一匹的關係 我們不能出錯 我們事前的練習 上課 有跟老師上課再練歌 然後我們在晚上也在房間練習到一兩點的時間 下一次一兩點我們還在練習 對 很害怕 然後Jerry捉著我 不行再練幾次 因為他擔心的 因為他平時不是唱這首歌 但我經過了錄音的訓練 再唱Live 我也有信心的 但他也很緊張這件事 但去到真正錄音室開始 其實大家那一刻 看到平時The First Tic的製作 背景就開始心跳了 但是我覺得錄音那一踢是我們唱得最有感動 最有感覺 最有情緒的那一踢就是錄音那一踢 你聽到 我們平時在房間練習都還沒進去 你會感覺到那一刻 大家進入這首歌 要表達那個抒情的感覺出來 真的感動 去到最後那一段分別 就是那一段chorus chorus 3的淡唱 好像真的在宣揚愛的訊息 大家都說唱完之後很感動 那我自己覺得 因為自己也看過很多First Tic的影片 然後那個很白的很白正的場景 我們錄音一進去就 哇原來是這樣的 那一刻真的完全是 焦點在你的聲音上 所以那一刻的緊張是更加大了 因為你感覺到旁邊已經 不會像我們上舞台有燈光 有燈光 有燈光 即是那些很閃的燈光 但是那一刻你會感覺到 原來真的焦點在你的聲音上 一支咪上 所以那一刻會更加覺得 我要做得更好 難忘了 有點難忘 我想我們是 量度和音 量度了很久 也是 也是 因為今次的chorus 有一點轉 其實 因為今次不是跟原本 人類群星的chorus 所以在和音上 又不可以完全用原本 那首歌的和音 所以大家在討論和音的時候 都不停改 前一天都還在說 這裏還是不要唱了 怕不穩定 或者這裏還是要唱 不停調整 這是不停去改的時候 很難忘的事情 即是每一天都是 上課的時候 都在學一些新的和音 怎樣可以令這首歌好聽 更豐富一點 然後還有 我自己難忘 就是第一次在海外唱這首歌 通常都是本地 然後大家的舞台 的燈光 開著燈牌 然後看到一些東西都很漂亮 合唱這首歌 有觀眾的 第一次是一剔地 唱完整首歌 而且沒有觀眾地 要把所有情緒都扔出來 我是第一次 這個是我自己很難忘的地方 就是要透過鏡頭去感染 看著觀眾 即是在看著觀眾 就是在看著觀眾 是的